这个女人眼里居然能流出面条 她哭得越难过 流出的面条就越多 几秒钟的功夫就哭满了一整盆面条 眼前的你有没有被这压麻呆住 原来女人前几天刚失去工作 没有了收入来源 正伤心欲绝为还房贷发愁 结果哭着哭着 眼睛里竟然神奇地狂飙出面条 猛逼的女人很是猛逼 她疑惑地看着桌子上的面条 尝试性地尝了一口 似乎很好吃的感觉 她将流出的面条端给母亲品尝 母亲也是对这美味爱不释手 简直比山西刀削面还好吃 女人灵机一动 在路边摆起了小摊 没想到的是 这面居然这么受欢迎 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这下终于不愁还房贷了 卖完了 女人就躲起来继续哭 可这时 女人拿着大铁盆 使劲酝酿情绪 却怎么也哭不出来了 于是她使劲用脚踹门 试图用疼痛感逼自己哭出来 但没反应 她又去看深情电影 结果也没反应 她甚至将父亲的骨灰无情地摔在地上 但仍然哭不出来 她望了一眼旁边的大黄 将她带到了树林中丢弃了 然后自己独自开车离开 在路上 回想起心爱的大黄刚才被狮子吃掉了 开始难过痛哭了起来 泪面圆圆不断地生产 顾客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更是赚得满是开心 这天一个老板找到女人 想要跟她合作开加盟店 女人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新的面馆生意也是非常好 每天都是满满的人 老板在外面招呼客人 为了让他们尽快吃到面 老板去窗口提醒女人要抓紧生产面了 只见女人眼前摆满了一碗碗的面条 面对老板的要求 她看着照片上被杀掉的母亲 还有被她丢弃的大黄 万分悲情地哭了起来 只见两只眼睛呼啦啦地流出面条 圆圆不断地流到盆里 可女人为什么会流出面条呢